害到他們國家的犯罪行為都可以被中國帶走 這種時候你要我們冷靜 叫我們不要包庇犯罪 我們不想要這種部長 抱怨 好在我們520就可以不必再見到你在這個位置上 委員是反法治嗎 你剛剛一直說我主張依法辦理是錯的 一個反民主的部長有什麼資格 在這裡批評我們是反法治 我們反的是什麼 我們反的是把法律拿來作為侵犯人權的工具 而不是把法治放在民主的法治主義之下 你們是違法所制 我們是依法行政 對不起啦 那個部長我的帽子不是帽子 我說的定論是提供了這麼多的證據 我要說整個政府在這個過程之中的軟弱 軟弱到不敢運用任何輿論的壓力 你不敢像當初千島湖事件的時候 李總統罵土匪 你們不敢用這種語言對中國表達最嚴重的抗議 你們不敢你們也不敢訴諸國際議論 委員也不要用這種好像激將滑的方法 我們是要辦事情是要解決問題而不是在吵架 沒有耶 我們要我們去跟大陸吵架對事情有幫助嗎 當然要吵架 而且人馬上去吵 就到第一線去跟他吵 把他國際化 你知不知道本席問了外交部看一下這張統計 本席問了外交部你看一下這張統計 這個事件的國際新聞媒體的報導 多麼多麼的少 多麼多麼的不被國際重視 你們連開一個國際記者會都沒有 你們都不敢 你們完全不敢進入中國 你們不知道說 台灣人民的輿論應該讓你們適度的表達給中國 這是你們給我的統計耶 你知道重要的主要國家的主要國家的重要媒體 對這件事情沒有報導 委員希望世界各國對我們的詐欺集團更注意嗎 所以啊又來了 你已經未審先判說他們是詐騙集團了 你剛剛還回答顧麗雄委員說 你完全沒有資訊不知道內容 你現在又說他們是詐騙集團了 可以啊 就是你這個方向在辦的案子啊 這就夠了 我送你一個帶風向女王的封號 請委員自己帶回去 好 主席他可以這樣嗎 他可以現在走下去嗎 這個時間已經到了 太囂張了吧 太囂張了吧 主席你要維持秩序啊 即使時間到了 你剛說我都還沒結束 你譴責他啊 我現在講現在時間到了 這個羅部長剛剛有先下去是不對的 要等說時間到了才能下去 對嘛 就是一個爛權 一個反民主 完全不知民主為何物的帶風向女王嘛 謝謝 好 接著我們請黃國昌委員發言 六分鐘 謝謝主席喔 是不是麻煩有請羅部長 請羅部長 黃委員好 誒 部長你好 剛剛在 因為今天我到一個委員會突然發現 只有六分鐘 而且不能延長 所以我們盡量針對問題 點對點的回應